莫斯科大街 居然出現了這一列的巨無霸飛彈車 是傳說中的薩爾瑪特嗎 各位觀眾 金星觸目 再講一遍 金星觸目 真正的畫面 太恐怖了 這是東森財經台的獨家畫面 好 為什麼讓人緊張呢 昨天是俄羅斯教室節 普丁直播跟教師們視訊 這根本就講給全世界聽的 不是講給教師聽的 他說什麼呢 他跟教師說 我非常尊重烏克蘭人民 我要新領土恢復穩定 注意聽 新領土恢復穩定 什麼意思 我納入了這四周 都是我從今天開始 我俄羅斯的領土了 誰打這個新領土就打我 普丁就打我俄羅斯 但這四個地方 現在是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所以第二個 他昨天晚上就秀出這一段影片 這一段影片 我跟你講 秀出影片的人 說是RS-28薩爾瑪特 洲際彈道飛彈 薩爾瑪特是什麼樣的飛彈 這不得了了 這個俄羅斯才剛剛試射成功 全世界最恐怖 最快 殺傷力最強的飛彈 多恐怖 連美國都沒有這麼厲害的飛彈 我簡單講 它射程 一萬八千公里 飛這麼遠 全美國都在從俄羅斯直接打它 第二個 它可以帶十五個核彈頭 十五個核彈頭就是代表說 你美國的反飛彈系統再厲害 我天女善華 砰 一枚十五個 你總有漏網之魚 你只要漏網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對 第三個 這個CNN講 CNN說一枚 一枚 整個法國就一位平地 他一次可以十五枚 十五個分彈頭 法國就一枚這個車 但是我必須要講 當年這個沙馬車出現過一次 看起來跟影片上這個飛彈車 有點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注意看 影片的飛彈車對不對 它是在車上面 所以它可以在車載發射的 感覺上是一個車載的 沙爾瑪特不是 沙爾瑪特飛彈是在後面 車頭在前面的 好 因此我看 我認為它是這個 RS24 白羊M 它不是沙爾瑪特 那白羊M有什麼呢 你以為你鬆了一口氣對不對 CNN把它譽為 全世界最恐怖的飛彈 比它害恐怖 地獄殺手 它的射程看起來小了一點 多少 一萬一千公里 也很遠 對 而且它帶的少一點 它帶十枚核彈頭 是 但它重要有兩點 我今天給你講 第一點 它可以打 二十二馬赫 二十二馬赫 這麼快 我怎麼攔啊 人類到現在 最快的飛行器 是 就它 二十二馬赫 還目前全世界 還沒有東西飛得比較快 普丁是有意識的 讓你看到 這四顆 SRS24 白羊M 所以滿好之前給我們看到 這個獨家畫面 莫斯科街頭 駭人聽聞 至少四列的巨無霸 不管是白羊 或者是薩瑪特 他都要傳遞一個訊息 核武動鶴是板上叮叮 昨天出大事了 真的出大事了 普丁居然把 雙鴨箱的末日武器 端上檯面 都是末日武器 全世界為之驚恐 我告訴你 連我事先都沒想到 普丁會雙絕命武器 雙抬上檯面 他抬出什麼東西來的 兩個 我先跟你講 第一個 你聽我講 他在昨天發射了 薩爾瑪特導彈 這是什麼樣的一顆飛彈 第一個 他是全世界飛最快 飛最遠 最重 帶帶量最高的一個 群役飛彈 是 好 它的最大射程 可以達到1.8萬公里 它可以攜帶16枚小型核彈 是 我跟你講 他如果從南北極打過去 1.8萬公里可以打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他最快速度 20馬赫 我跟你講 美國的軍事實上已經說了 如果他打美國 美國幾乎攔不住他 萬一真的想把他攔到 你知道要花多少反導彈的飛彈去打他 快到攔不住 500枚 500枚才攔得下他1枚 500枚才可能攔得下他1枚 而且我再給你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這1枚就可以毀掉整個法國 1枚就可以毀掉美國整個德州 是 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 他居然試射薩爾瑪特導彈成功 給全世界看 但我就好奇了 怎麼這個時間點他就梭哈了 這個末日殺氣 會不會太早了 我再給你講 這張照片昨天拍到的 是 北約國家跟美國昨天為這個也嚇到 居然一架 圖160叫做白天鵝起飛看到沒有 圖160起飛往烏克蘭飛去 居然有一個加油機 四架戰鬥機護航 不可思議 今天二無戰爭打到 你今天所有的戰略武器精銳進出 末日飛機 剛才是末日導彈 對 這是末日飛機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圖160是什麼意思呢 它世界上飛最快 飛最遠 最重 帶彈量最大的遠程轟炸機 它可以帶12枚核彈 它帶12枚核彈 我再講一個 它還逆中的 俄羅斯曾經宣布過 圖160做一件什麼事情 從加拿大東海岸進去 飛到美國本土 再飛回俄羅斯 你闖到人家家裡去 沒被發現嗎 美國人是不承認這事情的 美國人說不可能發生這事情 俄羅斯說我怎麼會騙人的 因為它立中 你們美國人根本沒發現它 末日雙殺器選在 現在這個時間點 說它會不會太快了 而太快的背後 是不是意味著 歐美聯手駐全烏克蘭 真的對它極限施壓 它跳腳了 對 普丁這麼快 把雙殺武器 亮在檯面上 就警告北約各國 你們不要再把武器送給烏克蘭 好 為什麼要這樣講 第一個 你知道羅威線也參進來了 羅威最初給它4000枚的 反坦克飛彈 是 現在決定再加碼100枚的 西北風防空飛彈 100枚防空飛彈 對俄羅斯的飛機極大的威脅 你知道為什麼 它2.5馬赫 這麼快的距離 你的直升機 你的飛機 砰一下2.5馬赫 躲都沒地方躲 你還來不及看清楚 而且它基本上兩個人操作 是可以單兵操作 躲在那邊 你看都看不到 所以這個對俄羅斯威脅很大 更大來了 美國居然現在打算要把海馬斯 多關火箭給烏克蘭 海馬斯要送進去 這就厲害了 前陣子才講 它1155流重心武器進去了 是 再把海馬斯多關火箭放進去 這天大地下 大家一定要知道 海馬斯它有兩種射程 一個就是注意看 一個就是它的管配發12枚火箭 是 12枚火箭是打45公里 但是注意看 它可以打飛彈看到沒有 它如果是打飛彈的話 你知道可以打多遠 打多遠 300公里 可以打這麼遠 300公里意思說 它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去了 馬老師介紹的是 歐美聯手源源不絕的大禮包 包含了挪威的防空飛彈 包含了海馬斯多關防空火箭 都要武裝它的防空能力 美國現在在烏克蘭進行了一個 多遠作戰實戰化模式 這麼長的字 這是什麼一套模式 很簡單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以色列最近成立一個部隊 外號叫做幽靈部隊 是 幽靈營 以色列說一個營可以打一個旅 可以把一個旅給殲滅掉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它的幽靈營 注意看這張圖片 它是從多玉 多玉什麼意思 它從空中打擊 從地面打擊 從海上打擊 從水面打擊 從網絡打擊 無孔不入 無所不在 從網絡打擊 從電子干擾打擊 它是多領域 多空域 多地域 無所不面 四面八方的進行攻擊 幽靈一般的存在 但是它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它情報收集跟情報傳遞 要非常好 你的情報傳遞跟情報收集非常好 我才能夠從多方面進行聯合打擊 我的營才能夠像幽靈一樣 現在美國在烏克蘭 為什麼把俄羅斯坦克打這麼嚴重 俄羅斯的飛彈要裝上偽裝衣 為什麼 就因為美國它一個多域作戰實戰化模式 把俄羅斯看得清清楚楚 在引導烏克蘭的飛彈 砰砰砰砰砰 普丁受不了了 好 廷輝 我們來看到 現在對烏克蘭來講美國進來的 155流砲 美國進來的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當然厲害 可是更猛的是剛剛看到的這個名字 聽了就讓人家比比撞 幽靈部隊 那不是一支部隊 它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在接下來的烏克蘭戰場 如何起一個天翻地覆的作用 讓普丁吃不完 兜著走 你說什麼叫做幽靈 幽靈就是我看得到你敵人 但是你敵人看不到我 其實這個戰術是從以色列對付巴勒斯坦來講的話 發展出來的 本來來講的話 以色列就認為說 你巴勒斯坦可能會 用遊擊隊的方式不是嗎 到處去亂竄嗎 但這問題是你發射火箭彈之後 我怎麼樣能夠去 去除你這個火箭彈 對我的威脅 所以那時候 幽靈部隊就發展出陸海空三邊整合的 包含他用無人機 包含他用所有的將軍的偵測系統 你這個只要哈馬斯火箭 一打上去的時候 結果我就可以發現到馬上偵測到 而且聯絡空中的 而且在秒數之間 就馬上聯絡空中的相關的無人載具 然後就把這個哈馬斯火箭彈把它摧毀掉 我們才講過 他從發現鎖定擊殺 20秒擊殺鏈 沒有錯 上一次還在發生什麼 在地中海發現到一個無人船 無人載具 無人船在海上 結果上面都裝滿炸藥 準備要去打這個轟炸以色列的時候 這個也是被幽靈部隊發現到了 後來在還沒有到達以色列的時候 就把它在海中擊沉掉了 所以這個幽靈部隊就是索爾的資訊系統 還有索爾的反制系統 全部都已經配備上了 而且都是秒數即發 秒數即發這是很重要 所以這個幽靈部隊打了 也就跑了 打了就跑 你看這一次俄烏戰爭當中 烏克蘭怎麼面對這麼龐大的俄軍 就是用這種幽靈戰術在戰場上 發揮了極大效力 所以你看到俄軍根本就找不到 烏軍在哪裡 但是烏軍就知道俄軍 你躲在哪裡 我就把你抓出來 這個幽靈部隊的概念 神出鬼莫馬老師 他把以寡擊中的不對稱作戰 發揮到極致 他一個最新立作 極可能就是普丁戰二金剛 還摸不著頭緒的莫斯科號 我講莫斯科號在黑海被擊沉 是目前最大的謎 為什麼兩枚飛彈就可以把它擊沉 很簡單 最近英國媒體突然爆一個料 說莫斯科號在沉默前 美國P8A的反潛巡邏機 立終三小時 我告訴你 他在附近嗎 這架P8A從意大利的西西利島起飛 一起飛之後做第一件事情 把中機器關掉 消失 你飛到哪去了 沒人知道他到哪去了 他完全消失了 消失三個小時 消失三個小時之後 又開了他的追蹤器 然後降落在羅馬里亞 是 你這三個小時在幹什麼 現在所有軍隊都認為 他去定位莫斯科號 他飛到黑海 他不一定飛到上面 P8A的力量是他離你很遠 他是斜的 斜的偵測莫斯科號 再加上衛星 再加上地面的雷達 三角定位 把莫斯科號的那個定位 精準到誤差非常非常低 再加上吹兩個飛彈 在他的引導之下 BANG起來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幽靈營的最新概念 好 聽到這個地方停飛 我們進步來講到這一艘 莫斯科號的沉默 對普丁來講 心中的痛跟損失何止他的 300名優秀的俄羅斯官兵弟兄 還有這一艘船 這些當然痛 最痛的居然是在看不見那個部分 對 這些戰士們 上面說510名的海軍的軍員 那個士兵 結果沉到海裡之後 只有50個人被救起來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被救起來 不知道 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這510名的 爸爸媽媽不是嗎 大家都一直在打電話 在問說到底這個 莫斯科號是發生什麼事情 整個在俄羅斯裡面 他的訊息是封閉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知道說 從電視上知道說 到底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死傷多少人 到底哪些 士兵師在哪些醫院 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完全是封鎖的 他是一套的套路 河瀉 蓋牌 什麼都不說 結果我就跟他講到了 普丁現在面臨最大的威脅跟挑戰是什麼 會不會因為一再發生重大事件 你不斷的河瀉 你呼嚨我 你寬我 掀起一股反 反普的聲浪呢 是的 沒有 現在已經在內部 已經掀起反普丁的聲浪 特別是說克里姆林宮 你在做這一次打烏克蘭的戰爭當中 你是多少人在做決策 結果發現到 可能只有普丁 拉夫羅夫外長 還有國防部長邵伊古 這三個人 還有相關幾個國安會的人員 做個決策而已 其他人完全不知道 特別是支持普丁的 這些相關的富豪們 現在受到西方國家制裁 已經能動美掉了 受不了了 所以現在發現一件事情 在內部來講的話 大家都什麼 開始在批評克里姆林宮 你的決策有問題 你的決策是小圈圈 但問題是莫可奈何 因為普丁本身來講 就是獨裁 都是極權 他說了算 所以現在雖然有這股聲浪出現 在民間來講的話 在政黨方面來講的話 是不是能夠形成一個 反普丁的一個政治勢力 然後取代普丁的地位 到目前來講 大家都還是非常的觀望 以及非常的傷心 觀眾朋友 今天我為您邀請到 已經來到台灣居住 五年的烏克蘭人莎莎 歡迎莎莎來 在烏克蘭人是什麼樣的性格 遇到這麼不成比例的大軍壓境 你們居然這麼勇敢的對抗 俄羅斯的軍隊 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沒有別的烏克蘭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被他們吃掉了 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火 所以我們當然一開始我聽大家都說 他們很害怕 很緊張 大家一直哭 現在大家都不哭 大家都不緊張 你們可能也看得到一些影片 大家就是在坦克對面 一直罵俄軍 那個是要多勇敢 你在坦克完全沒有任何的東西 沒有什麼牆之類的 他們都保護自己的城市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不是他們今天保護城市 孩子那誰要來保護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要這樣子做 所以當然我們會很勇敢 而且如果明天發生最壞的狀況 就是可能真的他們會拿到基輔 烏克蘭人也不會放棄 我覺得他們會打仗到最後一個子彈 因為可能烏克蘭絕對可以贏基輔 但是他們從不可能會贏我們的心 他們從不可能會拿到我們的自由 你們沒有第二個烏克蘭 王老師 哲倫斯基一開始被看笑話 他現在登高一呼 他寒醒了歐盟 他寒醒了北約 他怎麼辦到的 第一件事情 在歐盟跟北約裡面 最溫和的人是誰 是德國總理肖茲 肖茲絕對從來德國說 我不援助你 連援助你的物資 都不要從我德國上飛過去 肖茲現在宣布 我給你1000枚反坦克飛彈 我給你500枚刺針飛彈 我軍武給你了 連德國消失都反了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讓我最最最最最不可思議的是 瑞士宣布放棄中立 連瑞士都進來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指標 整個歐洲都覺醒了 瑞士是受維也納宣言保護 永久中立國 連第一次世界大戰 德國不打他 連希特勒在二戰的時候 都不打他 尊重他永久中立國 瑞士嚴守永久中立國 他連世界所有的國際組織 他都不加入 北約本來逆見分歧 宛如散殺 現在居然被烏克蘭離聚在一起 烏二之戰 真正讓我憂心忡忡的 是發生機率非常小 但是萬一發生世界浩劫 第三次世界大番的河暗牛 昨天最驚爆的新聞 是普丁下達核三位一體 最高警戒狀態 什麼意思 就是核彈隨時可以發射 是 美國立即出動三架末日飛機起飛 這個美軍下令二級紅色警戒 看起來核戰一直 一觸即發了 我本來認為機率是0 但今天更驚爆的消息來了 說普丁已經將家人跟女友 後撤到七伯利亞 阿爾泰共和國的核碉堡裡面了 這樣就不妙了 核碉堡不是一個碉堡 它下面是個小型城市 但它可以防核彈攻擊 他真要打了嗎 好 我認為普丁現在不排除 他最後一級 局勢完全顛倒之後 最後一級他要打核戰 但是他不會打那種驚天動地的 一顆飛彈出去 上面15個核彈頭這種 我認為他出動戰鬥機上面 丟戰術核彈 精準打擊 對 好 為什麼普丁到今天 會居然講出核戰這個詞 我認為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烏克蘭局勢 出乎普丁的預料 烏克蘭抵抗的強度 出乎普丁的預料 第二個 他沒有來預期到 制裁來的又凶又猛 而且我要給你講八個字 歐盟覺醒 北約復活 這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一刻 而且現在發生了 我後面再跟大家講 第三個就是認知作戰 就是他拿核戰去嚇全世界 現在認知作戰已經在 俄烏的戰場上成為一個 跟槍炮一樣重要的戰爭等級了 所以普丁現在缺一枚戰術核彈 快速的收拾戰局 對 好 來 我先跟大家講認知作戰 譬如說好了 這是這個俄軍去攻擊基普的電視台 啪一下炸了電視台 電視塔 而且造成五人死亡 是 我一定要跟你講 為什麼普丁要炸這個呢 他說電視塔嘛 總要炸掉 不是的 這個電視塔正對面 是巴比亞河谷紀念碑 這是什麼樣的地方 這個紀念碑是在1941年的兩天 注意聽 兩天納稅在這個地方 兩天殺了三萬三千名猶太人 殺戮的痛苦記憶 猶太人從來沒有在兩天 被處決三萬三千人 就發生在烏克蘭的電視塔前面 讓大家把對納稅的痛苦記憶掀起來 拜登和普丁已經兩次對談都破局 然後最近拜登又打電話給烏克蘭總統 表達說我對你的支持堅若磐石 然後說如果俄國入侵烏克蘭 會經濟制裁 讓俄羅斯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是你只是軍事經濟制裁 然後1月10號將進行三度對話 還有三度對話 你看這個局勢多危險 可是因為你只是軍事對談 我們盟國會共同的是經濟制裁 你沒有說你要不要出兵 所以普丁大概也不會理 所以預計這三度對話 可能也會破局 那為什麼講會破局 因為普丁馬上就宣布說 要在1月進行雷騰操演 三位一體 核三位打擊 這個是什麼樣 核三位一體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同時我有 陸上的洲際飛彈 然後潛水艇的彈道飛彈 還有戰略轟炸機 三種核子飛彈 我的載具 我同時都進行一個操演 事實上這個東西對俄羅斯來講 本來每年都有 但是今年會讓你覺得也進步了 也更恐怖了 一次說他讓你看 我就要讓華府害怕忌憚 今天我都準備好了 你敢支持烏克蘭 要打來打 首先是什麼 他這次出動的是 他的新的白天鵝 黑天鵝我們很害怕 但是白天鵝 俄羅斯的白天鵝帶來的是毀滅 他的白天鵝是TU160M TU160本來過去的時候 是比較老舊的 但是就你想它超音速 可以在空中維持著 兩倍音速的定點的巡航 而且在這時候可以攻擊 而沒想到過去的時候 這幾年俄羅斯把它就再升級 再升級之後 因為它的燃料費讓它更小 所以一飛上去之後 航程1.3萬公里 天啊 他可以穩定的 以兩馬克穩定巡航 而且飛得夠遠 就是我們講的戰略轟炸的概念 而且我丟下去的可以是核彈 它有可以到30噸的炸藥 然後包含是很多飛彈 這裡面有KH55SM的 這個和KH101的巡翼飛彈 而這巡翼飛彈射程 還是5500公里 所以它飛在空中的時候 其實就算它飛到阿拉斯加 它也可以直接去打美國的中部了 對 然後更可怕是什麼 它上面已經把載坡體的能力 給放上去了 它還可以在空中的時候 放匕首的超音速級超音速飛彈 所以它的這個威力已經很恐怖了 提升這種舊的一個 過去的戰略轟炸機就算了 俄羅斯還在做一個PAKDA隱形轟炸機 這什麼飛機啊 想說一直沒有亮起 可是你會看到它跟美國的轟6 跟轟6 B2 B2 都一樣 都已經無尾翼了 對 也就是高空之後我就直接飛 可是最可怕的是什麼 它到底能夠飛多遠 多少技術不知道 可是據說既有AI的人工智能 而且配達的是 它的射程是7000公里的神秘飛彈 而這神秘飛彈神秘在哪裡呢 可奈零下60度到攝氏50度 這麼大的溫差它是可以在上面飛的 而且有AI射飛的 還有反輻射功能 這是代表什麼 核戰的時候它不怕 最重要是什麼 當你是零下-60度到攝氏50度的時候 代表北極它是可以飛的 全世界沒有它到不了的地方 它也是可以飛的 所以它還有一個更恐怖的 新型轟炸機也要出現 這個叫做 這個是天上的戰略轟炸機 那水裡面的潛水艇 布拉瓦的潛射飛彈 又繼續的往攝成功了 而在布拉瓦 我們已經看到了 它去年的時候 已經告訴你在水面下對不對 你不知道在哪裡 連發四枚 在水底下都突然蹦了一聲 從水中就衝出來了 而且是連發四枚 而且它現在還是把它弄得是 有10個的高速分飛飛彈 然後每個彈頭裡面 它裡面有一些是右導彈 有一些是真實的核彈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100個 廣島武器的一個 廣島核彈的一個威力 還有更難防的 這個才是美國最大的惡夢 薩爾瑪特它就叫做撒旦2 它已經過去在冷戰的時候 撒旦1已經讓整個北約 讓美國很害怕 居然你看到沒有 非常的龐狼大物 它就是最大型的一個飛彈 射程可以達到1萬8千公里 這已經飛得好遠對不對 直接一棒打到自有女神頭頂 而且最可怕是什麼 就好像是說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 你有一個重型的大貨車衝過來 是 你那些小車子去擋它 你美國用的飛彈去攔截它 都是攔不住的 因為你很難的它轉移覆不掉 它非常的重大 你把打歪都難 它動量非常大 所以美國自己去評估 它要打500枚的反彈飛彈 艾山要打500枚 也許可以過去 可是它更可怕的是什麼 它這麼大一K對不對 衝上太空之後 它可以越過南極 越過北極 更可怕它是什麼 它上面有10枚到16枚的 小型的分的核子彈頭 可是它跟前面的布拉瓦不一樣 布拉瓦過去是說 是我10枚丟過來 天女散花 而它這16枚是 飛到高空灑下來之後 我可以打你西雅圖 我可以打你紐約 我可以打你華盛頓 它這16枚還可以分級不同的地方 那你美國怎麼去防呢 所以口徑就告訴你說 你呢 有你的無人機 我也有我的新的河三位議題